男人将头伸进冰箱 急切地将陈年碎冰巴拉进嘴里 看上去极为满足 紧接着 他将碎冰聚拢 像吸果冻一样贪婪地吸进嘴里 然后意犹未尽地瞬息着隔板上的水渍 直到将隔板舔的光滑如尽 内壁上也刮不下半点冰茶子 男人这才长舒一口气 如是重负地把头埋进冰箱 仿佛进入了天堂般 舒服地闭上双眼 表情愉悦 然而下一刻 他却突然在冰箱里痛哭起来 六十多岁的他哭得像个孩子 凄惨无比 似乎受了巨大的委屈 不过很快 他抹去眼泪和鼻涕 挣扎着从冰箱中出来 作为一名入室盗窃的小偷 他已经被困在这座豪宅里 整整两天两夜 如果再不想办法离开 他就算不饿死 也会可死 可要找到离开的方法非常困难 这座位于六十楼楼顶的豪宅 除了被锁住的大门 全屋都装有隔音防暴玻璃 没有任何可以逃脱的途径 男人在大门上摸索 发现大门由石木制成 他用指尖寻找最薄弱的地方 试图用小刀凿开一个洞 以便从外面打开门 很快男人成功凿下大门外板上的木雕 露出里面相对柔软的内板 他信心倍增 立马加快速度 手起刀落 凿得木屑纷飞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故障的中央空调 使屋内的温度越来越高 男人痘大的汗珠从后井滚落 从冰箱里摄取的水分 很快就消耗尽了 他实在渴得受不了 随即放下小刀 开始四处寻找水源 但由于触发了警报 全屋都已断水 所有水龙头包括马桶 一滴水珠都流不出来 看着不能冲水的马桶 男人犹豫了许久 但还是没有勇气喝下去 他爬进客厅角落的植被区 逃出自动洒水管道 可拧开后发现 里面还是一滴水也没有 最后 男人盯上了客厅的豪华鱼缸 他试探着把手指伸进缸里 沾上水放嘴里猛作 结果海水又苦又涩的味道 直冲天灵盖 让本就干涩的喉咙 变得更加难受 无奈之下 男人只好强忍饥渴 继续凿门 突然间刀尖被什么东西挡住 发出沉闷的声响 他感到诧异 急忙用手指摸一下 发现并不是木头 顿感不妙 赶紧用刀剑猛戳 最终发现大门 夹着一层坚固的后钢板 没有专业工具 根本无法打开 在绝望之际 他瘫倒在茶几上 试图用对讲 几乎叫同伙求助 然而同伙已经将他抛弃 他不愿放弃喊了一整晚 始终没有回忆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早上 男人拿起豪宅的电话 准备报警 电话却静悄悄地毫无反应 他试着开启电脑 发现电脑只是个摆设 网线压根没连到外面 仿佛这座处处诡异的豪宅 是一个专门囚禁他的陷阱 正在这时 头顶的通风管引起了他的注意 男人想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法 男人用来小刀刮去过期饼干上的霉菌 然后挖起大量的鱼籽酱 奢华地铺在这块饼干上 接着整个放嘴里反复细品 男人已经在这座豪宅里挨饿了好几天 这点吃时根本无法填饱他的肚子 他又从豪华鱼缸里捞出一只价值不菲的热带鱼 用刀将其剁碎 然后裹上面粉 制作成一份米其林级别的鱼丸刺身 男人迫不及待地拿起一颗鱼丸 放进嘴里狠狠咬了一口 然而下一秒 浓烈的鱼腥味让他连连作呕 他匆忙拿起罐头瓶 朝高脚杯里倒了泡黄瓜的酸汤 往嘴里猛罐 勉强镇压住呕吐感 将鱼肉咽了下去 男人无奈地叹了口气 自己被困在这座奇怪的豪宅里 如果再找不到出路 迟早会饿死 然而饥饿并不是他唯一的麻烦 在偷东西的过程中 他弄坏了豪宅的中控面板 使得空调温度疯狂飙升 豪宅内像蒸笼一样闷热 让他大汗淋漓 头昏脑胀 更糟糕的是 自从他触发了警报 豪宅直接停水 他渴得喉咙冒烟 只能从装饰用的池里咬水喝 可刚喝下去就被味道劝退了 这些水添加了消毒液和抗氧化剂 根本不是人能喝的 无奈之下 男人默默脱下衣服 放水池里浸湿 然后用湿衣服擦拭脂窝和后颈 拿土办法来降低体温 避免中暑 可光是降温没什么用 如果再不逃出去 没吃没喝 根本没法坚持多久 为了找到一条逃生之路 男人盯上了天花板上的吊灯 这座豪宅的门窗异常坚固 但或许吊灯下隐藏的通风管道 可以让他逃出去 然而天花板实在太高了 男人将家中所有能搬的桌子和柜子 全部都搬到客厅 然后将椅子上的布条搁下当作绳子 将家具叠一起接着捆绑固定 忙碌了几个小时后 男人用家具成功盖起了一座高塔 反复确认家具不会垮掉 于是连忙搬来凳子 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 在灯顶之前 他还特意晃了晃最高处的柜子 确保万无一失 不料当男人颤颤巍微微站在高塔顶部 伸出手试图够到吊灯时 才发现自己距离吊灯还差一两米远 无法达到 要想从通风管逃出去 短时间内根本行不通 幸好逃脱计划虽然暂时搁浅 但男人艰苦的生活迎来了转机 他用金属雕像 成功撬开了紧紧锁住的储藏室 在里面发现了面包和干粮 甚至还有一大块冷藏好的上等牛排 没等男人高兴 豪宅的植被驱又传来水声 干涸的自动浇水器竟开始喷水 他立刻趴在泥地里用嘴凑进喷头 如饥似渴地瞬息着清凉的淡水 舒服地哼出了声 尽管浇地用水还是有怪味 但对渴了一整天的男人来说 味道完全不亚于穷江玉叶 吃饱喝足后 男人继续忙活 他扯掉屋内昂贵的丝制窗帘 又将大床拆散 花了一天一夜的功夫 把豪宅里所有能搬的家具都搬在一起 再用窗帘紧紧捆住 垒出了高达六米的高塔 终于成功构到天花板上的通风口 然而事情还是没有那么简单 男人用力拍了拍 又掏出小刀敲打 发现通风口被一块厚厚的防爆玻璃 疯得死死的 想要弄开 难度不亚于徒手掰开保险柜 男人失望地爬下高塔 发现空调温度已经升至令人窒息的40度 他不得不脱光衣服 然而即使如此 他仍然热到头晕目眩 他无助地坐在楼梯上 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男人将花瓶举到半空 用尽全力砸向地面 伴随着一声巨响 那昂贵的花瓶被砸成满地碎片 随后他在锋利的碎片中 精心挑选出外观较为圆润的两块 然后用布条包裹住碎片边缘 再用胶带紧紧固定在一起 很快 一副相当简陋的墨镜就做好了 虽然外观简单 但对于被困在豪宅一个星期的男人来说 墨镜成了能派上大用场的救命工具 接着他顺着家具搭建的架子 慢慢爬上客厅天花板 他一手拿着磨刀棒 一手拿着汤勺 计划着将通风口的边框凿掉 取下中间阻挡的防暴玻璃 从而让自己能够逃离这座诡异的豪宅 不久之后 他成功地在边框上凿出了一个缺口 碎屑像雪花般密密麻麻地落在他脸上 而那副简陋的墨镜就派上用场了 完美挡住碎屑使他能够睁开眼睛 从容地完成计划 大大提高了效率 然而在凿的过程中 男人突然发现边框里埋着一颗螺栓 他急忙用手去拧 但螺栓十分牢固 完全拧不动 男人顿感不妙 迅速用小刀撬开整个边框 意外地发现边框下面埋着整整12颗螺栓 将防爆玻璃紧紧固定在通风口 彻底封住了他的逃生希望 在混乱中 男人急切地在豪宅内搜索 试图找到一把扳手来拧开螺栓 但豪宅主人似乎早有防备 抽屉里装满了用不上的厨具 更糟糕的是 就在此时 损坏的中央空调突然开始制冷 室内温度急剧下降 当男人意识到不对劲时 室温已从40度降至6度 他紧紧裹住被子 绝望地看向窗外 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是好 夜幕降临 男人蜷缩在客厅 吃着深冷的食物 眼神呆滞地盯着墙上的名画 突然 电视监控自动启动 他转眼一看 发现一个清洁工正 坐在豪宅大门外休息 男人顿时充满了希望 疯狂地冲向门口 拿起铁锅猛砸门 希望引起清洁工的注意 然而由于大门有钢板加层 隔音效果极好 再加上吸尘器巨大的噪音 对方完全听不到 于是他又急忙在纸上写求救信息 想顺着门缝塞到外面 结果大门和地板贴合得无比紧密 就算是薄薄的纸也穿不过去 他崩溃的把纸扔掉 随后再次拿起铁锅 用力砸门 焦躁之下 他声嘶力竭地大吼 希望清洁工能听到呼救 可一直到他喊哑了嗓子 清洁工也没发现任何异常 独自乘坐电梯离开了 下次再来 不知地等到猴年马月 在清洁工离开后 男人紧紧裹住被子 茫然无措地回到客厅 然后倒在床垫上 想就这样睡死过去 再也不醒过来 尽管他充满绝望 但求生还在继续 几天后 食物吃尽了 饥饿的本能让他 不得不继续寻找逃生的方法 他拆下椅子的腿 用小刀在上面一点一点 刻出扳手的凹槽 然后爬上家具 用凹槽卡住通风口边缘的螺栓 试图拧动 可脆弱的木头无法承受 刚一用力很快就断裂了 但男人并未气馁 他又拆下一条椅子腿 换了方法 用小刀在中间钻了孔洞 接着爬上家具继续拧螺栓 这一次 他拧得格外小心 终于在一个下午的努力后 拧下了其中一颗螺栓 虽然这颗螺栓很小 但他点燃了男人的希望 让他有了逃出的可能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不分昼夜的与螺栓较劲 饿了就吃植被蛆的树叶 渴了就喝用来浇树的脏水 木头扳手坏了 就立马用小刀再做一个新的 经过不知多久的努力 男人拆下了豪宅里 所有可拆的凳子 还付出了摔断一条腿的代价 终于成功地拧下了 通风口边上的12颗螺栓 取下了防暴锅里 在离开之际 他给豪宅主人留下了一封道歉信 然后艰难地爬上架子 顺着通风口逃离了这座豪宅 被困了两个多月的男人下定决心 从今往后再也不敢偷东西了